瞭望天下 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 屏辩天下 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当地时间8月22号 飓风亨利袭击美国新泽西州 据媒体报道 飓风尚未登陆时 暴雨已经席卷新泽西州 纽约州等地多个城市 并引发洪涝现象 这是民众排队领取援助物资的瞬间 据报道 海地地震已导致当地居民死亡超过2000人 海地总理称 国家濒临崩溃 救援工作迟缓 物资短缺 灾民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 这是中国代表团入场的瞬间 8月24号 2020东京残骸会开幕式 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 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人数为251人 他们将参加20个大象 341个小象的角处